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李希說 美軍一架P-8A反潛巡邏機 17日過航台灣海峽並公開炒作 東部戰區組織戰機對美國軍機過航行動 跟監境界依法依規處置 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 台海局勢持續緊張 台灣防護部門說 15-16日的24小時內 有11架解放軍戰機迫近台灣 其中8架越過所謂的海峽中線 台軍特別指出 有一架解放軍網裝直升機 從台灣東部外海起飛 飛到距離台東海岸線 只是27海里空域 台灣部隊對此密切監控 大陸軍事專家認為 今次台灣方面發布的消息有三個重點 第一架解放軍直升機 從台灣東部外海起飛 第二架這架直升機屬於武裝直升機 第三架這架武裝直升機 飛到距離台灣東部海岸線很近的空域 武裝直升機從海上起飛 說明當時有解放軍大型戰艦 在台灣東部海域活動 鑑於解放軍現役驅逐艦搭載的 都是直九C或卡28反潛直升機 直20反潛直升機還未批兩服役 並沒有攜帶武裝直升機的先例 因此有理由相信當時解放軍 將軍071兩棲船奧登陸艦 或是075兩棲攻擊艦 正在台灣東部海域執行任務 目前解放軍專用的武裝直升機有兩款 一款是武直十足形直升機 另一款是基於直九改裝的直十九輕型直升機 不過外界只看到過 武直十從大型兩棲作戰藍隻起降的畫面 意味著今次出現在台灣東部外海的直升機 應該就是武直十 武直十是中國自主研製的首款專用武裝直升機 公開信息顯示武直十機長14.5米 直升機高3.6米 空重5.5噸 最大的起飛重量大約7噸 最大武器外掛1.5噸 最大飛行時速大約300公里 最大航程大約850公里 具備了跨越台灣海峽作戰的能力 不過台灣海峽平均闊度大約200公里 武直十在攜帶兩個火箭發射槽 和8枚空對地導彈狀態下 往返海峽是非常吃力的 只能為地面部隊提供有限時間的火力支援 這就需要兩棲作戰藍隻提供起降補給點 在極限狀態下解放軍海軍現役 零七五兩棲攻擊艦 可以攜帶30架的武直十 而零七五在台灣海峽 或者台灣東部活動 就能夠大幅縮短武直十的攻擊飛行距離 武直十因此能夠為登陸部隊 提供更長時間的空中火力支援 專家就指出 從武直十出現在台灣東部空域來看 未來解放軍武統行動不僅僅僅僅僅於台灣海峽展開 台灣東部海空域也是重要的戰場 陸軍的武直十登上了海軍的兩棲作戰艦艇 可以看到解放軍各個軍眾之間的聯合作戰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過就在解放軍武裝直升機 飛抵台灣東部外海的當日 台軍從屏東九棚基地發射了 四枚天劍二型地對空導彈 發射地點距離解放軍直升機出現空域不遠的地方 據報四枚導彈都精準命中十公里外的把機 展現天劍二型導彈較好的防空能力 天劍二型地對空導彈是台灣 在天劍二型超視距空對空導彈基礎上 研製的一款陸機防空導彈系統 可以由輕型卡車攜帶 機動能力較強 可以對15公里範圍內的中低空目標 實施有效攔截 尤其是對低空飛行的武裝直升機 有良好攔截效果 從距離上來看 這次沒有直撕非常靠近台灣九棚基地 不過 台軍就不顧解放軍直升機安全 對海發射了多枚地對空導彈 並且大肆炫耀全部命中的戰績 可以看到台軍有意對抵近的解放軍軍機進行威懾 警告意味濃厚 不過 台軍的導彈試驗並非是突然之舉 試射原定在九湖進行 由於天氣 原因推遲到15日 因此可以確定解放軍已經掌握台軍 會在15日這一天試射的情報 就算沒有派到沒有直撕的出現 台軍也會按照計劃進行導彈發射試驗 專家就認為 解放軍依然選擇出動武裝直升機 有些內人尋味 始終台灣自產的導彈系統 有時都不太靠譜 而解放軍主動接近的原因可能有兩個 第一是用實力和勇氣回擊台軍的挑釁舉動 能夠起到很大的震懾作用 第二是可以收集天劍2型地對空導彈的性能數據 為今後針對性開發反制武器系統提供數據支撐 事實上從武器對抗角度來看 武直10已經具備了清除天劍2的能力 因為武直10可以搭載射程25公里的 CM-502KG空對地導彈 可以在天劍2射程之外發動精準打擊 做到快速精準摧毀 針對台軍的試射解放軍那段出動武直10 就是要告訴對方天劍2導彈在武直10的前面 它才是靶子 相信台軍也是心中有數了 接著看一看低空經濟起飛 預料2030年飛入尋常百姓家的 內地澎湃新聞報導低空經濟在中國各地起飛 所謂的低空經濟就是只在300米以下的空域內 以有人駕駛和無人駕駛航空器的低空飛行活動為牽引 輻射多領域的綜合性經濟形態 據有關機構測算 去年中國低空經濟規模已經超過5000億元 2030年有望達到2萬億元 報導說近兩年來低空經濟受益於持續的政策利好刺激 去年以來各地陸續推出支持政策 但去年就有至少16個省份將低空經濟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 今年以來全國至少有8個城市發布低空經濟相關政策和招標公告 計劃編制相關發展實施方案 以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有望成為低空經濟最觸目的載體 從事相關研製的高科技公司負責人則認為 2026年會成為低空經濟另一個大年 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行業批量進入商業運營 並且帶來安全效率成本的突破性變化 2027年至2028年 旅遊、物流、城市管理、交通等方面的低空經濟家應用場景 會進一步在全國各地推廣 預計2030年將會蓬勃發展 飛入尋常百姓家 接著看一看 由西北工業大學團隊研製的普系化 仿複粉油體潛水器 首次實現仿生潛水器對南海珊瑚礁生長情況的監測 團隊自2016年開始仿複粉潛水器研究 突破了仿生流體外形優化設計 空旗拍動的流固偶合仿生計算 運動中滑坡一體化推進設計、高相似、多模態、運動、 順滑、切換、控制等多項的關鍵技術 團隊面向南海島礁、珊瑚生長和島礁、基石沉降場景 推出最新研製的30公斤、720公斤、兩型的仿複粉油體潛水器 從而構建起從靈活型小尺度到功能型大尺度的仿生智能潛水器普系 目前仿複粉潛水器已經是執行遠距離、滑牆和原委駐留隱蔽探測、 高生物親和、小干擾、珊瑚、招生態監測、 廣域或定心或駐留水民精細採集、 海洋館、珍稀動物替代保護等多項任務 合共完成了200多次的作業 實現了中國仿生水下裝備走向實用化的技術應用突破 最後看看中國公民具備科學數值的比例達到14.14% 科學數值是國民數值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石、中國科協發佈的抽氧調查結果顯示 去年中國公民具備科學數值的比例達到14.14% 比前年的12.93%提供了1.21% 呈現提速增長的趨勢 多項數據顯示中國公民科學數值水平不平衡的情況明顯舒緩 東、中、西部地區的公民科學數值水平差距首次縮小 女性科學數值持續快速提升 性別差距進一步縮小 而農村居民科學數值的增速高於城鎮 城鄉不平衡的情況進一步緩解 專家就說 公民科學數值的整體水平實現新提高 為中國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強自立 奠定了人力資源基礎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